2017亞洲公開花樣滑冰錦標賽 吸引了合共15個國家滑地區約150名滑冰高手來到香港參賽 比賽共分為男女子成年組、青年組、少年組單人滑 以及成年組雙人滑項目 而我們港隊亦都派出17位成員參賽 這個賽事相隔10年再次回到香港舉行 而你一年四日在九龍灣進行的比賽 亦都在香港掀起了一股滑冰運動熱潮 吸引了不少觀眾來到現場提比賽 男女子成年組比賽分為短節目和自由滑兩個項目 而運動員的名次就是兩項比賽分數商家 總分最高的就是今次的冠軍 男子成年組賽事一共有三位香港代表參加 港隊大師兄李厚言在比賽前五天整相團捕 被迫降低短節目和自由滑的難度 就連苦練成功的三周連三周跳都不可以大派用場 最終大商上陣的Harry以總分123.68 排名第11位 我為何會弄傷呢 就是因為我想挑戰更高難度 然後放在今次比賽中用 只不過用不到之後還弄傷自己 這是很可惜的事 至於另外兩位香港代表就發揮得不錯 而文卓以總分150.58排名第八 而早前去到美國太陽谷特訓的黃均樂 在自由滑更加有爆發性的演出 一套075的完美動作為他帶來 近次於日行選手的109分 用以破個人得分紀錄160.16分 以第五名完成 當然成功要能展開 賽事冠軍最後落在日本名將田中刑事手上 雖然她在短節目以68.75分排名第二 但成功在自由滑收服失地 拿到151.33分 反壓隊友日夜龍雪以總分220.08分 贏得一面金牌 看上女子成年組比賽 兩位碟標熱門馬曉晴同曠曉晴 先後印上去賽 令港隊希望落在蘇妍一個人身上 Zoanna先在短節目做出零失誤兼達標 只要自由滑都得到36分的技術分 就可以參加九月冬季奧運會的預選賽 可惜她在後半拍出現不少失誤 只得到32.97分技術分 以總分104.76分排名第七完成賽事 最後Zoanna亦因為自己的失準而哭起上來 女子組賽果最終跟男子組一樣 金、銀牌都落在日本的選手身上 版本化織分別在短節目和自由滑都是得分最高的選手 最後以總分176.11分勝出 完成了11個項目之後 日本成為今次的大贏家 至於香港就分別憑著周咸運和何詠詩 在男子少年A組自由滑 和女子少年B組自由滑分別得到第三 總成績取得兩面銅牌 希望各位港隊成員繼續加油 又留更多不同的賽事爭取更好的成績 尤其名規則不超級市場